文娱乐小水车 马斯GM不服得,已经拒绝了猛龙的这一报价,之所以拒绝猛龙,是因为马斯GM决定尽全力留下伦纳德,目前他们已经给伦纳德团队开付了5年2.2亿美元的合同,据悉,马斯管理层非常有自信,他们认为在巨额的合同面前,伦纳德一定会回心转意,回归盛程的,传言伦纳德的经纪人对这份报价很满意。 他们已经开始劝述固执的伦纳德留在盛程,伦纳德在过去一年和马斯管理层闹得很难堪,甚至自从今年4月以后,伦纳德再也没有太经过马斯的更衣室了。 而且此前,恩师伯伯维奇欺负纽约的希望伦纳德留下来陪伴自己,最后也不了了之,不知道倔强的伦纳德在经纪人的劝说下,能否留守胜成? 小编认为在巨额的金钱肉货下,留守母队和陪伴人士会更加容易,尽管猛龙已经退出伦纳德的争夺战了,但是此事的后遗正威胁相当大。 据悉,一直深陷交易传闻的龙王德罗仔,近期已经删掉了紫金社交软件的所有内容,此举被球迷认为是交易前的征兆,当媒体们及德罗仔对外界留言的看法时,德罗仔表现得释怀,NBA就是生意,我已经习惯了。 事实上,早在去年夏天猛龙GM乌杰里,就开始都受德罗赞,他当时提出用德罗赞带换分铃狼的维金斯,但是分铃狼总裁希伯杜认为维金斯是个客宿之才,所以就拒绝了乌杰里的提议,此时一度让德罗赞很郁闷。 所以上载记忆开始,德罗赞换分铃为力量,迎来大爆发,可是这个夏天,他再度卷入交易传闻。